请 跟我走 小水你干嘛 你放开我 跟我走 跟我回家 有什么路上慢慢说 回家干嘛 兄弟 人家在那里放手 你放手吗 你要干嘛你啊 怎么哪都有你啊 这是我们一家的事 关你什么事 小水跟我走 跟我回家 回去干嘛呀 妈给你安排了个相亲对象 什么相亲对象 我不知道啊 你管这么多干嘛 那个男人在家等着你 快跟我回去 等着就等着呀 又关我的事情 我不回去 人家跟你说十万块钱 娶你 跟我回去 什么十万块钱啊 我又不知道 你今天是不是不回去 我不回去 不回去 你是不是我亲姐 是啊 我是不是你亲姐 是啊 那你愿不愿帮我 嗯 我帮你什么嘛 你知道 我到外面打牌 欠了你屁股的赞 别人追着我要钱 我没有 但是 那个男的 还愿意去十万块钱 娶你 你把那十万块钱给我 我先还钱 好不好 你在外面欠了钱 那是你的事情啊 又不关我的事 我都跟你说了很多遍了 让你不要去赌 不要去赌 你不听啊 你一直都不听话呀 现在你欠了钱 你又找到我了 你知道我用一辈子去还吗 这可能是妈同意了 你不可能不听妈的吧 嗯 妈同意是她的事情啊 我又不知道 我又不认识那个男的 他长得什么样高矮胖色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怎么同意啊 人家可是我愿意出十万块钱的群里啊 十万块钱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值十万块钱吗 嗯 嗯 只一两万块钱都已经不错了 一两万个人还不要你呢 十万块钱已经对得起你了 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 我又不认识那个男的 我为什么要同意啊 什么十万块钱啊 我为什么不认识那个男的 他给我再多少钱 我也不会同意啊 而且十万块钱 你们就是要把我卖了吗 不回去是 必须跟我回去 走 你放开我 兄弟看你放开 人家说了不走了 你还要怎么样你啊 你是不是不回去 我不回去 你肩膀长硬了是不是 妈的话你都不听了 不回去是吧 我让妈来收拾你 啊 小月 刚刚你弟弟他拉你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听他的那个意思 好像是家里面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让我回家 家里面给你介绍这个相亲对象 你是不知道的吗 我不知道啊 又没人跟我说过 而且他这个人长成什么样子 家族哪里 高矮胖瘦 年龄多大 我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跟你说过 没有跟你说过 那确实 也做的不对啊 因为没有尊重你的想法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婚姻大事嘛 对不对 对啊 而且听他的那个意思 是那个男的 要给十万块钱的彩礼 十万块钱就要买我一辈子的幸福嘛 我一辈子的幸福就用金钱来衡量了 对你说的确实对啊 两个人的感情啊 婚姻大事 那肯定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嘛 对不对 你嫁过去 为了十万块钱 以后过得不好 不幸福呢 对不对 那是怎么办 是啊 他刚刚还说 下次让妈来叫我回去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算了 不提他了 反正 他来我也不会回去的 随便怎样我都不会回去 我不可能为了十万块钱 然后把我一辈子的幸福都搭进去 对 你反正自己的感情感情的这个问题 婚姻大事 你反正要考虑清楚 甚至又甚一定要好不好 好 文哥 不好意思啊 今天又让你见笑了 看到我们家这件事情 哦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没有什么见笑的 文哥 我要去干活了 那你去吧 你去干活吧 然后我正好也要回去了 好吧 好好好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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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